消防職工总会连续两天进行投票 经会员表决后 有67票不支持处方提出 缩减每星期工作51小时的方案 他们会继续争取减少工作时间到48小时 并到政府总部静坐3天 争取与当局对话 预计最少有500人出席 但强调不会影响消防服务 職工总会表示 下星期四会与保安局和公务员事务局开会 商讨缩短工时方案 如果到时未能达成共识 職工总会会将抗争行动升级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周静雯报道